我刚才做这个梦 梦里边大家都在打吃 好像一个盘子里边 每个人对一个大盘子里边就吃饭吃 前面后面都是人 要么在火车里边 好像在行径 要么是在那个一个教室里边 好像这个吃东西有含义的在里边 然后我就很紧急就一直不吃了 这个吃掉的东西 好像是代表和合物主有关的 所以其他东西可以吃 我手上拿的这个 或者是军细皮军类里用的 所以我就一直不吃它 一直意味着有含义在里面 我现在不记得 不记得到底什么含义 所以每个里边都有含义的 我又看到瘟疫了 好多页里面很吃饭是在研究 研究那个银排上的东西 看一下好像每个都是有含义的 每个里面都是有含义的 而不是人家分歧来分歧去 人家分歧的头都是到 我想我这里没有什么分歧 就是直接看那个档案就行了 直接看档案没那么复杂 也就是有个东西有个原则不能离开的 就是当然不能离开 好像有个我就是坚持着一个原则 一个原则是不能拿出来不能搞就了 任何情况之下不能搞就了就是那个 灵犁弹 弹犁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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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个弹犁弹 弹犁弹 那个是不能搞就的 一旦 一旦就了这个弹犁弹犁弹 就什么事也干不了了 好像就 我要表达这个意思 我都要表达这个意思 就是我一定看着档案 我一定看着档案 不让人家去分析 我没什么分析的假 直接看档案 这是我的发布 看档案是我的发布 一旦不看着档案 那不是看档案的话 你叫我去说 我什么也是不留 不让人家看着一个东西 分析来分析期 分析来分析 那个什么 平的三成不滥知识什么东西的 我没这个本质 我没这个本质 只能慢慢看档案 他看着没档案 原来这么一块事 人家要分析 我不用分析 看到什么就什么 好 知道了 好 知道了 好 再见